我們聽有陳鴻龍有團相片 你看他金貴 商品的都是這樣白無白無白無 所以他要問 這個是什麼樣的現象 原因是哪裡 是 這個 一般我們比較怕的是說 是不是有這個白粉餅 比如說 它的一塊一塊 有這個白粉 如果說有的不是 有的是它的一個 蝦子館長好像有一點銀色銀色 這種的這個 那麼這對金貴來說 這種這個大概都是一個很 很正常的 這個東西 這是沒有什麼樣的 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們在這方面 尤其的哥林 這些藥和平靜 它的平靜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所以會有一種銀斑的 一個一個情形 有的說 那可能是什麼 對什麼銀葉病 什麼樣的 還是說這個 這個 分散的 分散在對白豆的時候 它是捲葉黃化 所以一般來說 含這個沒有關係 所以有的就什麼銀葉病 什麼樣的 這個都不是 這沒有關係 所以有可能是含它的一個 這個 一種 瓶症 瓶症的一個關係 所以你就放心大膽的 給它種下去 這是說要注意的 如果是後面有看到 稍微白白這種 是不是要注意 這個白粉病的一個問題 你如果是依你相信這種 這應該是正常的現象 好